大选来临之际 巫统内部却有党员 因为不满领导层展延党选 在昨天入禀吉隆坡高庭挑战巫统的合法性 巫统反应也很迅速 今天随即宣布开除这16名党员即日生效 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透露 根据党章第20.7条 把党务带上法庭将自动丧失党员资格 因此在和律师讨论后 这16人已经全部遭到开除 他还澄清巫统已经向社团注册局申请 将党选展延到2019年4月 因此外界指 巫统合法地位存疑 党主席纳吉不能签署候选人 伪认状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东姑安南还批评 这16人可能是内奸 因此如果要背叛党 那最好还是离开 别留在党内当白蚂蚁 另外关于候选人事宜 他宣布三个直辖区的国阵候选人名单 将在明天上午9点公布 至于其他州属 各州的国阵主席 将从明天到星期二之间 陆续将名单公布 为大选做好准备 NTV7综合报道